刘掌柜疑惑地道 这云家已经失势了 按理说另找门路的人应该很多才对啊 可是那些核心的掌柜和伙计 走得没有半分留恋 可见云家御下的本事非常的强啊 谁告诉你云家失势了 西北的西夏依旧兵强马壮 辽国的耶律鸿基依旧在苦心经营辽国 只要这两个大敌还在 大宋朝廷就只能把云征捧着供着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至于你说云征的御下本事 那是这些年用自己的心换来的 刘掌柜笑道 不论如何 我们都该在陛下和云征之间做一个选择嘛 不论是谁都应该果断地选择陛下才是啊 唉 我就是这么选的 催打苦笑 既然如此 大宋主 缘何还要自求在这问心居呢 您的选择没有错啊 如果您因为觉得选择了陛下 就对不起云征 老朽以为大可不必啊 天际君亲师嘛 君在亲世之前 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 大宋主不必如此的内疚自责的 反倒是云征自己应该反省一下 他身为臣子 怎么能够让陛下为他如此烦心呢 听了大管事老刘的这番话 催打觉得自己应该在最短的时间里 把这个家伙弄到穷山屁壤的地方去 最好永远和野人打交道 一辈子不要和皇帝扯上任何关系 否则 只要皇帝一声领下 甚至不需要下什么命令 只要稍微漏点口风 这家伙一定会乖乖的把蜀中商行 在斗沙关的柴火 双手送给皇帝 甚至不会告诉自己一声 因为在这个家伙的心里头 天地之下 皇帝最大 催打准备好好的考察一下 自己手下的所有大管事 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人 如果有 就必须来一次大清理了 不过人家说的是最正统的大宋陈杰 没有任何人敢说这家伙说错了 质疑这句话 就是在挑战皇帝的威严 只能是另想别的法子 刘展贵不知道 自己面前的大东主 已经在琢磨着 把他放到天主好 还是放到吐蕃罗鞋称号 依旧苦口婆心的 劝崔达莫要笑儿女之态 早些下山主持全面收购云家 在斗沙关买卖的大事 免得被梁家 获得别的人给抢走了 这可是大生意 云征病倒了 病得非常严重 崔达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已经是五天之后了 他听说云家已经连灵棚都搭起来之后 泪水汗水就混合着一起往下流 丢下正在开会的掌柜们 骑上一匹马就朝豆沙寨狂奔 所有的人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大东家 原来是一位真正的伸手矫健的骑士 快马出了豆沙关 还没有到哪头山 他就远远的看到豆沙寨里高速一片 刚刚还从自己身边过去了好几个披麻袋笑的豆沙寨的人 于是他的眼泪就像洪水一样的开始淌 好不容易到了豆沙寨 却被豆沙寨的人给拦住了 豆沙寨的大门关得严严实实的 好多云家的家将手持强弩站在寨门上守卫 对崔达的叫门声毫不理睬 我就进去看一眼 看一眼 说一句话就走 绝不多加讨扰 可能是崔达凄厉的声音打动了寨墙上的守卫 不大功夫 头上包着轻不守怕的陆青莹 出现在寨门处把崔达迎了进去 夫人 长生病得很严重吗 崔达昏昏沉沉的跟在陆青莹身后 除了说这句话 什么话都不知道问了 陆青莹的脸上看不出来悲喜的变化 平淡的说道 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崔达不知道自己怎么进到云家的 云家满院子都是招魂的白帆 被风一吹哗啦啦的 吓得崔达腿都发软 云家的仆役们走路都夹着腿 似乎不敢打扰病人 当崔达看到院子中间那个偌大的灵棚的时候 不由得惨叫一声 长生啊 崔达来晚了吗 爹爹壮壮的进了灵棚 他看见一张巨大的床榻上直挺挺的躺着一个人 脸上还盖着白布 这分明是人已经死了的模样 崔达扑在尸体上立刻嚎啕大哭 嘴里乌咽着他自己都听不明白的话 这一刻 崔达发现自己确实了无声据了 我如果死了 你要是敢这么趴在我身上哭 我娘的做鬼都不饶你 即便是真的死了 也会被你再压死一次的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崔达的耳边响起 崔达睁开泪眼朦胧的眼睛 模模糊糊的发现云征手里端着一个碗 站在床边正在瞅着自己 鬼神直说 崔达从来都是不信的 狠狠的擦拭了一下眼睛 发现云征真的好端端的站在那里 手里端着的瓷碗里面对着高高的一碗鸡翅 热气腾腾的香味四溢 崔达胸中的怒火腾的一下就窜了上来 指着云征除了说你你你之外 连一句胡伦话都说不出来 一把扯掉尸体身上盖着的白麻布 却发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正怒气冲冲的瞪着自己 这是豆沙寨的老族长 崔达认识 他的脑子这一刻乱得像一团麻 云征不理睬刚才还哭得一塌糊涂的崔达 低下身子温言对老族长道 爷爷 您这样不吃饭也不是法子呀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就饿得慌安 您看看 这是您的孙子我亲手给您红烧的鸡翅板啊 您不是说这是世间最好的美味吗 您好歹吃一口 吃饱了万事由您 即便是想办丧事 虽然这就给您办 不耽搁 老族长愤怒的朝云征吼了一声 白杂子 然后就抓着白麻布重新盖在自己头上 依旧直挺挺的躺在那里 一句话都不说了 云征善善的一笑 拉过了一把椅子 坐在大床旁边 继续苦口婆心 像劝孩子一般 劝老族长吃东西 崔达觉得 自己应该先找个东西坐下来 然后再慢慢的 捋捋今天发生的这个事情 很明显 云征没死 要办丧事的 是豆沙寨的老族长 而老族长似乎也没死 只是在偶气 似乎正在和云征偶气 陆轻盈带着两个家将 抬着几个硕大的箱子 走了进来 一改刚才面对崔达的冷淡模样 笑颜如花的模样 让人看了着实喜欢 家将们按照竹母的吩咐 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 白花花的铺了一地的银盘 陆轻盈手里抓着两枚银盘 笑道 老祖宗 您看看 咱家的几个破铺面 给您换回来多少银子呀 有了这些东西 您和寨子里的人 就算什么都不干 躺着吃 也够吃两辈子的 何苦风里雨里的 去经营什么商铺啊 以后啊 您只要一心监督寨子里的孩子们 好好读书就成了 我们豆沙寨早就不和那些没用的商骨是一回事了 以后寨子里净除官人 好好地监督这些雕华的商骨们 莫要败坏了豆沙寨的好风气呢 陆轻盈的话 对老组长似乎还是没什么用处 却把奸商催答刺激得不轻 什么叫商人坏风气啊 明明是娇奢淫义坏风气 商人的钱财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手中商行赚点银子 容易吗 自己才在白云山的问心居里头 吃了一个月的糙米饭 如何算得上是娇奢淫义啊 云家的大小姐进来了 崔达不好在孩子面前发飙 见孩子抱着地上十两一定的银盘 一个个地堆在大床上 小嘴里甜甜地叫着太公 还说打算用这些银子 带着太公去东京 吃曹婆婆肉饼 老组长最喜欢的孩子 就是云洛洛 在孩子面前 老头子即便是再生气 也躺不住了 一咕噜坐起来 抱着孩子 也不和云征夫妇说话 只是要守在灵棚前面的苍儿狗 给他准备坟坑 坟坑就挖在他家的院子里 不麻烦别人 准备心疼完孩子之后就死 云征见自家闺女 懂事地为老组长吃鸡翅膀 这才松了口气 这八十几岁的人了 一天一夜没吃东西 却是让人担心 催打拿胳膊捅捅捅云征 这到底弄得哪一出啊 云征苦笑道 还能是哪一出啊 老人家舍不得豆沙关里的那些铺面 还说把铺面卖掉 这是败家子的行径 这就和我赌上气了吗 本来呢 老人家现在最大的喜好 就是去豆沙寨转悠 不管是谁见了他都要叫一声太公 现在没铺子了 他也就没底气让人家叫他太公了 算是让他折了颜面 说到底呀 老人家也不在乎那点铺面 见我们在出手豆沙关的产业 觉得这是我们在被离开做准备 担心我一走再也不回来了 催打点点头道 我也担心啊 说真的 你真的不打算回蜀中了 云正鄙夷的瞅了一眼 催打 你觉得我还回得来吗 陛下已经把剑门关和蜀道都封死了 再把你们拉了过去 这就是逼着我放弃蜀中 我不照做成吗 催打干笑两声 你不是打开西进的路子了吗 如果你能打下大礼 我会无条件的全力支持你 陆青莹凑过来瞅着催打 这可不是陛下的心腹可以说出来的话呀 打下大礼做什么呀 再来一个曹如内那人 我夫君就算把全天下都打下来 也守不住啊 催打这些年在生意场上早就练就了一张刀枪不入的脸皮 听了陆青莹加枪加棒的话 面皮都不带红的 直接皱眉道 如今梁吉在大礼烧杀抢掠 这以后大礼皇帝段思连还不得恨死咱们宋人啊 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梁吉是如何抢劫的 但是我在交职可是亲身参与过的 经历了这场战乱之后 不要说大礼皇帝了 就连大礼的老百姓 看我们的眼神 恐怕也跟看恶狼差不多吧 呵呵呵 云正笑道 不光是梁吉一个人造孽啊 赵夫赵延年在建昌府 是怎么干的 你也有耳闻吧 我可听说建昌府的人家几乎家家戴孝啊 一场仗打下来 建昌府的人口减少了四成多 你鼠中商行这次算是减了个大便宜啊 诺大的一个空白市场 够你们折腾好几年呢 陆青莹带着一脸的坏笑 这一场仗打下来 唐博古道算是毁了一半了 没办法借助大礼怀米州 西去天竹的路远了一半了 长马古道算是彻底的毁了 豆沙官的两条商道 一次毁了一个半 我家干嘛还要留的那些注定要赔钱的铺子 不趁着现在还值些钱出手 难道等得最后砸在自己手里头啊 再说了 没有我夫君的威名震着西江 谁知道大礼人土拨人会干出什么事来啊 我家把铺子卖掉 用那些银子 准备把豆沙寨的围墙修得高高的 以后我夫君的旗子只准豆沙寨插 别的地方要是敢插一下就试试 那可是违反军令的事情 被我夫君砍了脑袋 即便是陛下都没话说 崔达被云征夫妇给几率的站不住了 回头朝哄孩子吃鸡翅膀的老组长道 老组长 您看这事怎么说的 老组长知道自家的铺子就是被这一人买走了 看到崔达就生气 哼了一声 扭过头继续和云洛洛商量东京到底还有哪些好吃的 刚才云征两口子的话 老人家是听进去了 原来这豆沙寨要倒霉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 买掉商铺就算是英明之举 是在赚钱呢 不是当百家子 老人家心里的音译就消失了好大一块 和云洛洛开始有说有笑起来 陆清莹见老组长的心情变好了 就搀扶着老人家去屋子里休息 躺在灵棚里吹了一天的风不算是好事 又实施眼色 八面玲珑的赵管家立刻就带着仆役们把这个晦气的灵棚给拆掉了 不过是斩茶的功夫 豆沙寨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云征和崔达也离开云家漫步在小河边 东市的小河河水清烈 就像奔涌的玉叶 桑树上光土土的 倒是河岸边上的松树显得郁郁葱葱 崔达叹息一声 唉 是我誓言了 你还打算坚持收复燕云十六周的誓言吗 云征奇怪地看了一眼崔达 为什么不呢 赵宋皇家如此对待你 而我恰好知道你不是一个愿意受辱的人 再说云月如今正在开拓海外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 你都不会再为赵宋皇家卖力了 看样子你还是不够了解我 我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 是因为我想这么做 和别人有什么关系 别人只能增加我办这件事情的难度 决定不了我做不做这件事情 另外 谁告诉你我收复燕云十六周 是为了向赵宋皇家效忠 我想为这些年养活了我的大宋百姓 办成这件事成不成啊 只要这件事情办成了 我就再也不欠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什么了 我就会离开大宋 去我的桃花岛上当个快乐的海盗 山不来救我 我去救山 说起来是一种极度豁达的态度 只可惜坐下来太艰难了 这事不是一般人干的事情 你觉得我是一般人吗 不是 催达艰难的说道 你是怪物 云征笑了一下 找一个大石头坐下来 示意催达坐到对面 然后郑重的问道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作为兄弟 我只能提醒你啊 皇商从来没有一个友好下场的 尤其是在如今的风口浪尖上 更加的容易翻船啊 催达苦笑一声 你读的书我同样读过 你明白的道理 我何尝不明白啊 如今陛下的权势 还可以保住我鼠中伤行不失 只要我诚心诚意的 帮助陛下办事就成 云征指着远处起伏不定的青山道 全是这东西啊 就像是远处的山巒 有高 必定就会有低 此时的陛下 虽然身体瘫痪在床 他心头的志向 却是最浓烈的事 正是因为身体有恙 才会将他心中原有的 犹豫不决 驱逐得干干净净 他的身体 不容许他有过多的考虑 因此他现在做事 只有简单粗暴四个字来形容 达随着云征指点的方向 看了看 然后摇头道 唉 鼠中伤行 已经是被陛下赶尽穷响的老虎了 此时 万事不由自己做主啊 我自然知晓 皇商之争有多么惨烈 这些年 后宫薰贵外戚 一直把持皇商这块肥肉 我们站在陛下一方 还没做事情呢 已经给自己树立了无数强敌了 你我都清楚 和气才能生财 既然没办法和气 我已经做好了亏本十年的准备了 云征笑了笑 既然主意拿定了 那就去做吧 千万不要三心二意啊 这才是混朝廷官场的大忌 你崔达这些年 当一个小小的商骨实在是驱财了 我在东京 等着看你大杀三方 崔达点点头 最后小声道 我老婆张氏上月给我生了个儿子 等云越把海外地盘吻过之后 我打算把这孩子送到岛上去 你帮我照顾一下 即便是不能成才 至少也要让他成人 云征哈哈大笑道 我以为你对自己目前的处境非常的满意呢 谁知道你也对自己的将来没有信心啊 我以为满大宋的薰贵富豪里面只有我没有安全感 原来你们也没有啊 崔达看着云征发笑 他却没有一点要笑的意思 云征笑得久了也觉得没有什么趣味 崔达等云征笑够了才说 我不管你现在怎么笑话我 我儿子你一定要照顾好 你一直都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啊 某些能力甚至比我还强些 干嘛不自己养儿子 父子间十几年要是都不相见的话 关系会生疏的 有可能你这个儿子就白养了 崔达斩眉一笑 双手抱在胸前 对于商古之家来说 分别从来就不是多大的问题 古人云商人重力轻离别 这是真实的写照啊 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我还有一件事告诉你 我家在滇西草原的牧场 我在当初就没有把它算到蜀中商行里去 那里是我老婆的私产 迟早都要交给我小儿子的 不如现在就交给你帮着看管 崔达说着话 从怀里掏出个小小的檀木盒子 云征打开之后瞅了一眼 里面放着几张地器 还有一枚小小的印章 他拿起印章在嘴上喝了一下 然后在手背上盖了个章 手背上立刻就出现了 问心主人印 五个转字 最下面还有一朵 雕刻精美的梅花 这该是发号施令用的印章了 短贵的除了任我之外 就只任印章 你想干什么都成 云征点点头 没有客气就把盒子装进自己的袖子里 看着远山道 云家到了大规模撤离蜀中的时候了 老组长不愿意离开 帮我多照顾一下 崔达点点头 又问道 准备怎么走啊 我自己问心无愧 自然走得大明大放啊 走得痛快淋漓 走得让所有人都吃惊 崔达摇头道 这么走 财务上很吃亏的 不如你先走 把你的财务交给我来处理 这样说不定还能有些盈语 云征拍拍崔达的肩膀道 刚才还告诉你 要一心一意的跟着皇帝混 怎么一转眼你就忘记了 既然已经决定了的事情 就不要反复 知道的人 明白你是在还我的人情吗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依旧和我藕断丝连 我敢保证 后一种想法的人会更多一些 你我都不缺钱财 多些少些有什么关系啊 这次离开蜀中 我会顺着明江顺流而下 最后进入长江 然后转到运河回到东京 没打算多走一步路 也没打算去拜访任何人 梁吉回来之后 你就离开 是啊 不离开不成了 五沟和尚拖不了多长时间 梁吉既然杀了和尚 那些人估计对我是无计可施 最大的可能 就是把罪责全都扣在梁吉的头上 我如果不在他身边 他会没命的 崔达知道云正的脾性 也不惊讶 当年狄青麾下的猛将 就是因为说错了话 被韩琪毫不留情面的给杀了 狄青以麾下猛将 难得是个好男儿 为由求情 然后就有了东华门唱名者 方为好汉的千古名言 云正是士大夫 所以士大夫们 对他最重的惩罚就是流放 对于梁吉这样的人 弄死一两个 那些士大夫 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崔达最后告辞走了 走的时候告诉云正 等到云家离开蜀中的时候 他不会来送别的 崔达走后 一个关于云正病重的消息 就无缘无故的传了出去 这一次云正没有必摇 也没有再去斗沙关 带着全家再一次进了郑龙侠 大宋的军队彻底的封锁了 原山通往滇西的道路 也顺带着封锁了郑龙侠 云正没有动静 但是云家在整个蜀中的商队 却在有计划的撤离 不光是蜀中 即便是环州英朝的云家人 以及贾子营的部众 也在有计划的向东面撤离 而岭南的商队 则收拢了自家在内地的生意 开始将重心向海滨重镇转移 而泉州 广州 宁州 杭州 都是重点 一月十七日 豆沙寨忽然满寨搞宿 哭声震天 有传言云正病重不治 蜀中商行大东家 崔达狂奔进寨 梁九方出 众人问寻皆不答 随即进入白云山 问新居前修 同日搞宿灵鹏撤去 然豆沙寨之人 依旧人心惶惶 虽问不出原由 面上欺然之色 却难以遮掩 一月二十一日 云家在豆沙寨的产业 除豆沙寨祖地之外 愚者全部被蜀中商家瓜分 据闻价格低廉 云家损失惨重 然陆氏依旧下令售卖 过两日 云家又放弃卢州酒窖 放弃海云山林场 放弃 一月二十四日 陆氏不知阴河大怒 命人将陆家赠送的十里桃源 交还陆家 并发誓 不到黄泉不得相见 一月二十六日 云家在成都府 换花溪侯府 放出风声 开始售卖 人杰云 此乃风水宝地 出价者重 一月二十五日 云家开始售卖景观城 制造作坊 同日云家多年前购置的五百亩桑田 也开始出手 一月二十八日 陆氏携全家进驻蒸笼侠 而后大军封锁了蒸笼侠 再无消息 邹同放下手里的奏抱 额头的汗水出了一层 但是他连大气都不敢出 因为赵真的脸色很难看 非常的难看 云征在哪儿 邹同把赵真要问的话 找出来之后 就念给坐在锦墩上的陈林亭 陈林欠身道 老奴不知 云征乃是兵法明家 他想要真正的封锁消息 即便是黄承司 也不得而知啊 他在哪儿 邹同的声音变得更大一些 陈林满是皱纹的脸上 似乎增添了少许悲伤之意 轻声道 蒸笼侠已息的任何地方 他要离开大宋了吗 邹同的声音变得有些颤抖 陈林摇头道 目前没有这个倾向 云家的重心开始向海边倾斜 老奴已命黄承司 死死地看住那些商铺和伙计 他们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他 确定云越已经出现在黑山岛了吗 确定 有人认出了驸马都尉 他似乎正在经略海岛 传指 将宜州赐给云征为他的十亿之地 唉 陈林叹口气 陈下 云征似乎对宜州并无兴趣 宜州乃是话外之地 他如果真的想要 只需要带人上岛就是了 不需要我们封赏的 一老奴之见 不如派孝林走一遭斗杀官 探探云征的口风再做决断 韩林死了吗 老奴不知 即可派人绞杀御龙弩 直都于侯秦仪 诸司所部 不得走脱一人 陈林的神情变得更加悲苦 启声道 陛下 御龙弩直所部 并无背叛 何故诸禄 追杀韩林者虽然是他们 然秦仪等人乃是奉了上语 行为并无出格之处 如此妄杀 恐怕不妥 杀 邹同胆战心惊的 狠狠的吐出了这个字 然后就闭上眼睛 不忍心看陈林的神态 宫中五重进位 第一重为黄成寺 亲从官把守 第二重为殿前司天武左右相宽一天武官 第三重就是殿前司御龙弓剑职和御龙弩职卫士 第四重为殿前司御龙古朵子职卫士 第五重也就是最靠近皇帝身边的为殿前司御龙职卫士 这是天子直接掌握的禁卫军 没有皇帝的命令 轻易不能出手 这些人都可以说是陈林一手带出来的 如今听到皇帝要杀御龙弩职 还是一个不胜的杀戮 陈林自然是痛彻心扉 朕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分辨中间 为稳妥急 只能全部杀掉 朕还没有死 皇后就能给他们下令了 这段话从邹童的嘴里说出来 邹童浑身的力气似乎都被抽掉了 这是皇帝自从瘫痪以来第一次明确地表示了对皇后的不满 陈林努力地平息了一下心情 走到皇帝身边 温言道 您说的 老奴自然会去做 千万莫要气坏了身子 既然秦仪自己找死 就怨不得我们 姿势体大 陛下莫要下旨 这个恶人 还是由老奴来做 这样即便是皇后问起来 陛下也好有个转环的余地 太子年幼啊 我们必须给他留下足够的成长时间 赵真很想抬起自己的手 握握陈林的手 只可惜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 只能把目光落在自己的手上 陈林笑着握住赵真的手道 莫急 莫急 云正不会跑掉的 他还要收复燕云十六周 等他拿王爵呢 然后他才会跑掉 现在啊 他只是不满意陛下对他的监管而已 想通过萧氏这个动作来告诉您 他想走就会走 别人拦不住的 这也是实情 至少老奴至今想在他身边安插人手 都失败了 信王又不堪大用 不过韩林在云正那里并非坏事 韩林这个人 老奴太了解他了 只要陛下召唤他 他明知道会死 也会乖乖地回来的 你不用担心 不管陛下去哪里 老奴都会跟着 赵真眼角有大地的泪珠涌出来 努力地眨巴着眼睛 邹童流着泪道 打扮 我好难受啊 陈林浑浊的老泪 顺着光洁的下巴成串地流了下来 拍着赵真的手道 再忍忍 再忍忍 太子就要长大了 昨天他还在花园里处居呢 当年老奴陪着陛下 在花园处居 就像是昨天的事情 等太子能把球 踢进风流眼的时候 陛下 就能轻松了 云尔的盘子里 有好大一条鱼 桌子上摆了满满一桌子美食 不光是他 阎老大他们的饭食 同样化美 在这个被冰雪覆盖的小岛上 只有吃东西 才是最大的享受 本来云家的粮食储备 根本就不足以支撑他们 这样大吃大喝 如果把别的商队和海盗团的食物拿回来 这样吃就不成什么问题了 岛上的人 在不断的减少 减少的速度很快 这动摇归功于尼谷寨的鬼影子们 他们似乎杀戮上了瘾了 现在杀人已经不分什么宋人和疗人 或者其他的什么种族了 云家上队门口就躺着好多洞的硬邦邦的尸体 这些人没有本事自己跑进来 全部被追上来的鬼影子给杀了 大门就那么打开着 对岛上的人来说 大门的外面是地狱 大门的里面就是天堂 一道门成了生和死的界限 云二不拒绝那些跑进来的人 不管他是商骨还是强盗 只要能跑进来就可以活命 他最多损失一点粮食而已 不算大事情 鬼影子似乎也在恪守自己的界限 只要云家的人不主动去拦截 他们也从来不会找上门来 尊敬这种东西 纯粹是打出来的 岩老大和皮匠设计的陷阱很管用 一个月前的时候 云家的伙计总能在清晨的时候 从各种陷阱里捞出了几个 动得快要死的鬼影子 和前面放走的三个人一样 他们依旧一言不发 吃饱喝足 暖和过来之后就离开 几次三番之后 就再没有什么人晚上跳墙了 远处不断的传来爆裂的声音 这是海兵折断成小块发出的巨响 只要听到这种声音 那就说明春天已经悄悄的临近了 昨天晚上的时候 岛上发生了一场大战 剩余的商骨和海盗结成联盟 一起向盘踞在市场上的鬼影子 发起了进攻 战士几乎进行了一夜 云家没有参加进去 虽然几个大宋的商骨 极力邀请云尔加入 云尔还是拒绝了 自家人没有任何理由 去帮助别人 抢他们丢失的财货 什么纯王齿寒的话 在云尔这里都不管用 如果需要 云家自己就能把败是个鬼影子 全部干掉